十月下旬 黑松整理 整理老毛 我们上次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那个很要紧 这个时候把老毛清除了过后 它有足够的光照 通风 良好的通风 那就使得它这个松树里边一长一灭 不会脱掉 不会松掉 那怎么办法 十月下旬 你只要把老毛剪掉好了 到十月月份 到十月月中旬 那个时候再清理 新增毛中间 后面的老子毛 这个黄的老毛 一般是在寿命是三年 要掉了 它自己脱了 那么这个是第二年的毛 我今年养得好 这个毛比第二年长 那就第一年的毛 第二年的毛 这个老毛就是长在这个下面的 是第三年的毛 那么一般已经脱了不少了 那么现在先把三岁 三年的毛全部弄掉 那这种毛 你随便一点尖掉 不对那么你就懒一点就这样打打 它也就下来了 头一下 它也就出来了 轻一点不要受伤了 叫里边的那个嫩毛 为什么现在不那个新毛呢 因为它现在还在生长 因为让它新成代谢快一点 所以先把老毛不掉 黄毛先三年的黄毛不掉 不掉了过后让它再冲一下 冲一下过后到十一月中旬 到十二月份它停顿了 休眠了 那个时候你把 你甚至把那个两年生的毛 就是 这个青年生的毛 外围这个一圈拿掉 不掉 然后听这个今年的毛就OK了 看起来还要好看 所以要养好一棵松树 养好一棵松 里边的技术点掌握好了 就养得好了 大板松也好 黑松也好 包括真白也好 肚松也好 都一样的 学性差不多 它都长在这个位置 看见 它长在最下子 这样然后通风光照 就OK了 各是三合合松 因为盆这么小 盆这么小 你要管理好就OK 你如果一带收获了 它肯定就是光照不足 掌握好了就不难 基本上整理的差不多了 我就是刚才讲的 最好是先把 寿命三岁的毛 先把它拿下来 两岁的毛慢一点 这个两岁的 这个长的是一岁的 那么为什么呢 就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透光透风 然后新陈代谢 叫它再快一点 把老毛 把新毛剪掉了过后 新陈代谢就慢下来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季节它还在生长 还在生长的旺生期 天暖和一点 这个松树是旺生期 你所有水 肥大一点 水大一点都可以 那么旺生期 你如果把这个新毛拔掉 它流那个油 松油 流的蛮厉害的 这边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在两分钟之前剪下来 两分钟剪下来过 你要看一下 它那个松油 马上冒出来 看见 看到吗 所以现在剪 绑杂 剪切 都不移的 最好在12月份过后 起码是在11月中心过后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改天我们再续 到11月份 11月中心 还有一个动作 到时候跟上去 就把新毛怎么拔翻 现在暂时剥把 那就OK